只因发现自己携带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遗传倾向 这位前途无量的好莱坞巨星 突然宣布要暂别一幕 因为他在二年十一月的某一天 突然意识到自己身体里隐藏着一种潜在的威胁 使他倍感危机 他名为克里斯的雷神扮演者 为了揭开人类健康长寿的秘密 他决定在一年的时间里挑战六场人生最艰难的考验 在通过压力考验所有各项测试后 克里斯已准备好迎接下一个考验 为了继续追寻长寿的秘密 他带着兄弟来到了寒冷的北极 这次克里斯将挑战在冰冷刺骨的北极峡湾中有果230米 接受极寒休克疗法已驻动灵之旅 在这里他遇到了运动科学家罗斯 罗斯深信极寒或极热的温度可以迫使身体提高免疫力 进而增加人类的最长寿命 为了让克里斯尽快适应北极的气候 罗斯立即带他来到港口 他要在这片地球上最冷的海域中 完成一次史无前例的冬运 但要想承受极端温度的考验 必须自己身体要有一个顽强的支撑力 因此罗斯决定对克里斯进行三天的休克疗法 让他提前适应北冰洋的严寒刺骨 克里斯准备好了 勇敢地脱去衣物 然后跃入只有2.8摄氏度的冰水之中 克里斯出生于澳大利亚 这个接近世道的国家 一年中最冷气温不会低于10度 天生温血的克里斯只是在水中 待了三分钟呼吸就开始稳乱 等他回到岸上身体好似被挣扎过一般浑身痛苦 就连刺骨的寒风此刻都温暖了血 而克里斯的手指以及脚趾等部位早已不停止 低温已经剥夺了大脑对肢体的控制 可实际上控制身体对于寒冷的反应也对健康大有弊 随着年龄增长 免疫系统也在不断加重对身体的控制 但这也会给人体造成连带伤害 由此引起的组织和器官衰竭 大大增加了心脏病和糖尿病的发生概率 为了重设失控的免疫系统 抑制对寒冷的反应至关重要 而罗斯为了让克里斯适应气候 决定拿他最喜欢的运动开刀 那就是冲浪 不过与澳大利亚的海岸不同 克里斯这次要在近乎零度且波涛汹涌的海面克服困境 眼前的海鱼看似难以征服 不过好在克里斯并不孤单 罗斯找来了三届冲浪世界冠军尼克 协助克里斯 两人一头扎进冰冷的海水中 尼克身为冲浪健将 勉强在海浪上驾驭前行 从十岁便开始冲浪的克里斯也不遑多让 同样在波涛起伏的巨浪中遨游一拳 可如此的骁勇并未持续多久 克里斯的体温正在稳步下降 而他的肌力也在大量流失 身体协调能力激进枯竭 克里斯别说站在冲浪板上 就算是游泳也耗尽全部力气 一个浪花便能将他轻松打翻 暴风雪和冰雹破镜 克里斯最终坚持不住回到海岸 他感觉自己的身体好似有千把刀房 可即便如此狼狈 能在巨浪和严寒中坚持这么长时间 克里斯的体格已经超出绝大部分人 而感受了急寒之后 迎接克里斯的便是极热 他迈入桑拿房 在77摄氏度的高温之下 克里斯的心跳从每秒64下 飙升到每秒135下 为了给身体降温 心脏正在飞速运转加速血液流通 身体还会分泌一种热修克蛋白 促进新陈代谢 将一堆分子废物随着汗水排出体外 而桑拿玉对心血管疾病 以及阿尔兹海默症都有显著疗像 这对于可能遗传阿尔兹海默症的克里斯来说 无疑是救命稻草 如今距离遨游北冰洋只剩一天时间 罗斯希望克里斯能尽可能处于寒冷状态中 为了帮助克里斯度过这最后一天 他的兄弟们也脱取衣服 一群猛男直冲海水之中玩水嬉戏 而后他们又跑上球场激情运动 要想在明天成功挑战极限 克里斯必须在寒冷中持续使用肌肉运动 最终打破身体对严寒的抗拒 事后锤哥三兄弟泡在热水中畅聊 经过三天的特训 克里斯这才明白走出舒适圈的重要性 只有在极端环境中 你才知道自己的身体到底有多少潜力 而低温训练不止可以修身 还能养性 在日本的关西地区便有这样一群苦修僧 他们会站在瀑布之下 任凭山泉水从头打遍全身而不倒 只有将自己逼至困境巅峰 才能崛起人类最宝贵的克制 以及凌驾一切的力量 面对恐惧感受寒冷 才能打造坚强的心智 而在经历了三天的洗礼之后 克里斯的冬永日终于来临 天空还在飘雪 所有人都为克里斯而振奋 但又不禁为他提心吊胆 毕竟非专业运动员出身的克里斯 要在刺骨的北冰洋中游出 230米的距离后果根本不可预测 救护车和救援队准备万全 即便有了三天的训练时间 罗斯心中依旧七上八下 就连安全团队也是眉头紧锁 他们仔细叮嘱克里斯 尽可能地将这次的冬永放慢节奏 因为在快速运动的同时 四肢的冰冷血液回到心脏的速度也会加快 一旦和心温度降低 必将出现严重的后果 但克里斯的意志尤为坚定 这一切都是为了挑战人体生理 以及心理上的极限 即便现场有无数应急措施 但克里斯仍然无比紧张 海面波涛起伏逆风不息 这都加剧了此次冬永的安全隐患 罗斯在让克里斯热身一番后 再次叮嘱他一定要稳中求稳 避免想吸气的反射动作 防止和心温度过低 准备万全之后 克里斯脱去衣装 跳入只有2.25 那一刻的震撼 就这么厉害 它比之前的一切更冷 我只想要把这些震撼得这么快 然后我只要脱离 克里斯起初的游泳速度很快 可在划了大约十下之后 他的手臂便开始剧痛 头部也仿佛遭受重击 他的大脑开始冻结 游泳速度也随之变慢 就在这时危机突然上演 克里斯的身体出现瘫痪 整个人也失去平衡悬浮在海水 克里斯无数遍地与新挪作斗争 他必须崛弃所有杂念在绝境中重生 他要战胜自己超越自己 离开这里成了克里斯唯一的选择 他开始调整状态 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向终点游去 在亲人和朋友的见证下 终于触碰到终点的浮飘 克里斯也成功挑战了自己的极限 而在这之后 克里斯也爱上了这种 濒临死亡的严寒感觉 他开始每周三次一大早炮冰浴 并定期进行80摄氏度 桑拿于20分钟 与其在舒适圈中活到80岁 克里斯更爱这种超越极限 并革新机能的健康快感 而在挪威之旅结束后不久 克里斯便不远万里 回到老家澳大利亚的大宝礁 这一次他将独自一人 开启荒野求生 克里斯长达四天的断食之旅 就此开始